字幕志愿者 杜曼 字幕志愿者 杜曼 大家好 今天又来三十多度开大冷气 打边路 今次吃这间就是铜锣湾的温野菜 不过话实话 今天的冷气不好 够我现在的感觉都有点热 温野菜香港也有几间分店 但如果要吃放堤的话 就只有銅鑼灣這間才有做 其實溫夜菜我在香港和日本都吃過好幾次 我在日本吃的次數比在香港多 其實在日本那間很多香港人都吃的 不用我多介紹 日本那邊如果你在遊客區的溫夜菜 其實很常見到很多遊客 特別是香港人 日本溫夜菜我自己覺得水平是不錯的 環境也好 服務也好 食物也不錯 價錢也挺低 所以才會去過好幾次 但是我近年光顧日本的溫夜菜 我覺得有一種每放越下的感覺 是越吃越差的 首先要說一下湯底 因為溫夜菜有一個湯底 是比較多人點的 就是它的堅餘的清湯湯底 我很久以前第一次去日本的分店吃這個湯 味道是驚為天人 因為是很濃很濃郁的 除了味道很濃郁 你看到它的湯底的鍋裡 是會有一塊非常大塊的 鑑魚竿 是很長很大條的 我之後在香港也有溫夜菜的時候 我第一次去吃的時候 就發現香港的鑑魚湯底 是淡過日本那邊很多 而且你回到來看 都會發現它的鑑魚竿是比較小 所以前幾年我一直都會覺得 日本的溫夜菜的水平 是略高於香港一點 但是我這幾年去溫夜菜 即是日本那邊 就發現它的鑑魚湯底越來越淡 而且那塊鑑魚越來越浪費 我對上一次 其實是一個多兩個月前 在日本吃溫夜菜 它的鑑魚湯底 已經跟香港的味道是極度一模一樣的 所以它已經喪失了一些本來有的優勢 第二件事就要說說服務 其實溫夜菜日本那邊的服務 都一向是很好的 但是我之前有一次 大概是四個月前 我在大阪吃過一次溫夜菜 那間分店的服務 就變得非常之差 有一件事要跟大家說說 溫夜菜就沒有點醬油 它會給你一些什麼呢 它是有一個黑色的糊 這個是裝著柚子醋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白色的糊 這個是裝著一個胡麻醬 這個就有去吃過溫夜菜的食客 都個個都知道的 它是很有名的 話說我對上一次去大阪分店的時候 我坐下桌面竟然沒有這兩瓶汁 我就問店員我 我問你可不可以給我兩瓶汁 然後店員竟然用英文跟我說 我們這裡是不提供任何醬汁的 那我就立刻很惡然 因為溫夜菜不是最有名的 就是這兩瓶汁的 怎麼會沒有這兩瓶汁呢 於是我就要很具體的跟人說 我要那瓶胡麻醬和那瓶油脂醋 它聽到你說得出來 它就覺得你來過的你認識的 好吧我給你 然後跟人說你要那兩瓶汁 好吧好吧我待會拿給你 其實很明顯就是 最初說第一次的時候 是它不想拿給我 那一餐飯其實整餐飯 很多位店員的服務態度都很差 很多時候舉手都是視而不見 看到你舉手都是直走直走 不理會你 還有招呼你的動作都是略為粗魯 這個在日本其實是比較小結 我自己就覺得可能去大阪那間分店實在是太多遊客 那他們對遊客的服務態度就可能 跟他們對本地客人的態度會有少少不同 所以我自己就覺得我不會再去大阪那間 那牛肉方面 日本就長期都是提供一些叫做黑毛和牛 或者另外有一隻叫做黑毛和牛蒸肉 那它就沒有說明是哪個牧場或者哪一區的 但是以前吃它們那隻最簡單的黑毛和牛 其實那個品質都是相當好的 但是最近今年特別是去吃了兩三次的瘟飲 就覺得那個牛肉差了很多 我們那次還要是加了錢 都是吃它最貴的那個套餐 但是那個肉也是不太行的 而香港的分店 他們一來就會提供有一隻是澳洲的M9和牛 另外就是他們會內不久做一些期間限定 就玩不同地方的日本和牛 所以現在對我來說 我就覺得好像在香港幫襯它 就比去日本更好 這間放題分開了ABCD四個級數 不同日子、不同時段、不同收費 最便宜$318 最貴就去到$558 看看你想吃哪隻牛肉,封劍游人 環境方面跟大家說一說 銅鑼灣這間瘟飲料菜算是香港 即是玩日式火鍋來說 那個坐得相當好的一間店 這裡就不方便拍到太多環境給大家看 因為它全部位都好像我現在坐的一個這樣 是一個一個類似包廂的卡位 前後兩邊都做了東西擋住 是不會見到其他食客的 我自己在這裡很快地走一圈 似乎是全部位都是類似的格局設計 沒有一個位置會讓你網通到全場 然後見到其他人 放題都包了飲品 我今天點這個就是白桃的乳酸梳打 Kit就點了這個是巨峰的乳酸梳打 另外還有一些不同的果茶、汽水之類的東西 選擇到多少 它在香港分店會繼續做期間限定的和牛主題 我今天來吃的時候 它剛好做一個北海道的十勝牛 是A4的 它之前我知道它做過一些例如飛驼牛 接下來它又會做紅本牛 我們今天吃平日早場 成人每位498 包了任吃十勝牛 以及其他十幾款不同的肉類 跟很多日式放題點一樣 如果你點那個套餐 你吃的那隻牛本身是比較貴的話 那你就可以向下點其他牛的選擇 例如我現在拿著這個 就是一個澳洲M9的和牛牛肩 這個長期都有的 這一份就是英國安格斯 也是可以任點的 這個在它平時來說 就算是比較入門便宜一點的肉 我手上這份就是普通的豚肉 這個就不用自己點了 你坐下都會每台放下一份的 如果你喜歡的話 都當然可以再追加 這些都是任吃的 那它今天一坐下就放下了一座 類似是吃下午茶的三層的食物塔 之前我來就沒有這個 可能是近來是新家的 它有些小食 中間那一層就有些蔬菜 然後最底就是有些軟淚 這裡大約有十隻湯底 荒堤已經包了 不用加錢 我吃過其中幾隻 最喜歡都是鑑魚湯 鹹到很適中 打完牛 不用點醬油 味道都是剛剛好 湯底的香味 亦可以為和牛帶來多一點的層次感 好夾 我們今天另外試了和牛湯 味道就簡單一點 都不差 食日式火鍋 牛肉以外的其他食材 就沒有那麼主打 選擇也不會很多 每間都是這樣的 日本的分店 會有多些小食前菜沙律 香港就沒有 有了就贏幾條街 不過他們有的東西 例如現在拍這些蔬菜 都很新鮮 又洗得乾淨 放到整整齊齊給你 整體感覺都不錯 這三樣分別是 黑松露免治善良豬 免治雞肉 和麻辣免治雞肉 三款都挺好吃 去溫野菜 我就不建議吃便宜的A餐和B餐 因為不夠便宜 牛摩牛一最便宜的餐還抵 牛都不差 來這裡我會選C餐 D餐 或者期間限定那種肉 肉的品質我滿意 如果去超市買幾份 這樣的肉回家打邊爐 貴很多 吃完還要洗碗 這隻就是今天點的十勝牛 看雪花 目測都像是A4 雖然未去到入口職容那麼誇張 但都做到軟綿綿很滑 師傅切出來也不會太沽寒碎濕濕 每片的大小都好適中 這隻M9澳洲和牛就是平時C餐那隻 比最貴的餐便宜50元 我覺得挺划算 雪花紋都好美 雖然沒有A4那麼油嫩 但又多一點肉味 性價比不錯 最後提提個別觀眾 如果你去到一間餐廳吃飯 中了伏 建議即場向店員反映 或者可以去餐廳的Facebook 和OpenRice留言寫食評 投訴去過那間餐廳吃飯 拍片的YouTuber是無補於事的 今天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看完影片 拜拜 賺一期待 呃 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